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这个节日的福利发的都发一半 因为实在无奈 直到2020年9月1号 有很多学校收了违规的 收了学生的借读费 收了学生的那个叫做赞助费 才把教师在2020年年初就应该发下去的那个绩效工资给发了 但是有些内陆 有些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学校 那他没有这笔费用 那么他们现在的情况就非常的糟糕 就是见地了 他连现在的基本工资都发不下去 那如果你教师队伍的基本工资不发 那么他的房贷 车贷怎么办 大量的年轻教师就靠这份卑微的薪水才生活的 所以今年9月10号的教师节特别轰动 老师威胁学生 你看你得给我送礼 你们得用班 班委费啊 给我买东西 为什么 突然之间 是吧 这个教师这么崇高的职业 怎么变得如此的悲哀 我告诉大家 无奈 非常的无奈 最早的时候 教师 习近平刚刚上台的时候 习近平说 教师的工资要和公务员持平 那现在公务员的薪水基本 就像我们那种老家 这种沿海省份的发达城市 老家的薪水基本在十万块人民币 就是公务员的这个薪水 扣掉了五险一金以后啊 扣掉了各种的费这个 那个住房公积金啊 什么乱七八糟 东西扣掉以后啊 基本的这个薪水在十万 啊 那么教师呢 基本在六万到七万 啊 那么 绩效你不发啊 啊 那个节日的福利你不发 那他拿到手就四万块钱 你要知道今年的物价那是飞涨啊 我已经说了 猪肉四十五块钱一斤 牛肉八十五块钱一斤 是吧 我原配啊 我我我那个前妻啊 他一年拿他一个月拿到手的这个工资啊 还没有我妈的退休工资稿啊 虽然我妈现在退休工资是被中共冻结了 取不出来的 但是账面上在啊 流水在啊 你没有我妈的那个退休薪水高 啊 就当然一个在职的普通的一个教师啊 这个老师啊 肯定是没有那个退休的副校长薪水高 但是差额太大 他一个月拿到手三千来块钱啊 是吧 房贷车贷一环 是吧 幸亏我前妻的还没有车贷 房贷一环 还有钱吗 公积经理 递进去 自己还总多少人要房贷 还一点 这个生活怎么生活啊 生活不过去啊 变成了一个普遍的形象 东三省 内陆城市 那教师的这个薪水 那就更卑微了 所以他们只能 去找学生家长要啊 只能从学生啊 好不容易来那个 教师节啊 他只能啊 找学生去想办法 想不到办法 想不到 这个进入到一个死循环 今年 中国因为2020年的 中国大陆啊 因为2020年的这个武汉疫情啊 中共的CCP病毒 导致了大量的工厂关门 企业倒闭 啊 大量的反工仇啊 都回乡创业啊 到地里去创业啊 哎 这个我又得吹个牛逼啊 我不得不说 我在2017年下半年啊 我有一个预见性 我虽然没有预见到这一场瘟疫啊 我虽然没有预测到这场肺炎的病毒啊 但是我一直在告诉大家啊 中国的这种互联网经济啊 这种非实体经济以及过热啊 应该 现在的投资应该到啊 这个农业 新农业啊 新的畜牧业啊 不要新的畜牧业 传统畜牧业就行了啊 今年猪肉涨了多少钱 你去想啊 还有一个是啊 新型的蔬果业 哎 韩正被我这张破嘴说中啊 我说闭关锁国 我也没有料到这个啊 韩正会闭关锁国 种种的这个说明啊 我对这个时局政局的把控啊 还是有一定的水准 但是啊 我们不得不说 啊 现在的基层老百姓啊 我们现在还不要说到工厂的工人啊 我们都不要去去说到失业啊 就那口铁饭碗的老师啊 现在都纷纷爆雷了 就教育局都爆雷了啊 呃 当然中共啊 国务院也在改制啊 说那个学校的那个老师的编制啊 要落实到社区啊 那就叫抛雷啊 啊 这个雷啊 让社区去承担 就小学初中啊 要到社区 要到街道 医院 是吧 要变成企业 医院其实早就是企业 那今年的医院呢 那今年的医院呢 就更糟了 那个医学博士最近比较忙啊 这个小胡啊 最近比较忙啊 过几天我叫他啊 更新一下那个视频 呃 这个医院啊 根据我也有不少医生的同学 医生的朋友啊 因为原来在杭州嘛 啊 啊 医院今年的这个绩效也不行 啊 很糟 啊 呃 这二医院普通医生的收入 只有往年的一半 啊 往年十几万 小二十万 今年八九万 啊 你让这些在一线 准一线城市生活的这些医生怎么过 是吧 是吧 那么啊 这个医患的矛盾是不是越会彰显 因为医生只能像病患身手去要红包啊 对不对 所以啊 在中共集权统治下的中国 你没有把民生经济落实到实处 那么 激化的只能是中共和普通老百姓之间的矛盾 只能加速你中共执政的灭亡 啊 因为是 不是别人在计划 是一直在 一直在中国老百姓在计划 一直在中共在计划 你在计划跟老百姓之间的矛盾 看看美国 是吧 每个美国公民啊 一个月都能拿到一张支票 是吧 看看澳洲啊 我没资格啊 但是啊 澳洲公民是吧 一年什么 什么 什么 keep job啊 是吧 一个月都能拿到一笔钱 是吧 这是把印出来的钱 是吧 放到了老百姓的口袋 那么中共把印出来的钱去 放到了哪里呢 18个省份 允许银行发债 发债多少 2000亿 啊 单单习近平的啊 那个 龙脉之所在 陕西 是吧 一个省 就发行64亿 46亿 是 64亿啊 是吧 那么国有 国有银行 是吧 你害怕银行倒闭吗 是吧 银行 中国不需要那么多银行 我认为中国啊 就需要 是吧 中农工建交 中农工建交 你都可以砍掉两家 是吧 招商广发平安 中信 是吧 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那么多地方银行 甚至是小银行 是吧 小银行 纷纷在为自己的股东 变成了私募 是吧 多么怪异啊 就你这个制度啊 越来越腐朽 民生越来越磊落 是吧 执政者和老百姓的矛盾 越来越激烈 管控越来越严谨 是吧 管控越来越 不叫严谨 应该叫张狂 是吧 中共已经害怕到 一个小姑娘说几句话 是吧 都接受不了的程度 中共都接受不了 自己体制内的红二代 红三代说几句话 都承受不住的阶段 那么我请问中共 你接下来 民生越来越差 矛盾越来越激烈 你怎么办 是吧 你继续开倒车吗 现在你已经开 别人说你是袁世凯第二啊 习近平啊 我说你是商咒王第二 对吧 商咒王那已经是奴隶社会了 你今天就把14亿中国老百姓 当成猪 当成狗 当成奴隶啊 你倒车再开 开到什么国 什么朝代去啊 哎 我为生活在中国大陆的14亿 老百姓感到悲哀 我也为自己感到悲哀 好 我是尹柯 感谢 收看沃夫米典的各位朋友 给平台点赞 再见 好 好